双膝跪地向灾民问好 接着低头敬礼 14号日本首相岸田前往震灾区 石川县诸州市立绿洲中雪堪灾 临时厕所够用 饮用水等救援物资完善 甚至在高龄长者前蹲滴身子 促膝倾听需求 请长辈们安心 但是却有灾民不领情 根据每日新闻报道 有灾民不满岸田在镇后14天 才甚甚来迟 表示怎么现在才来 还有灾民抨击说岸田 绝在一楼看一看就走人 根本是在作秀 民怨排山倒海而来 有超过四成 认为政府反应太慢 但也有五成以上给予肯定 显示日本当局应对速度不差 人民不满的是灾后反应方式 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场强震震垮了岸田的施政好感度 一月十三号到十五号的民调中 有近五成民众希望岸田 届满任期再退 但也有超过三成人 要他赶快下台 但还是有百分之十二点二的人 力挺岸田希望他连任 能等半倒这今天一阵 已经被自民党政治献金案 搞得乌烟瘴气的岸田 民调又再一度下滑 靳新闻姚慧文李志嫣报导 立刻下载靳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靳好新闻